有呼吸道的問題 那這個讓她非常的緊張 因為她是在北京 那這個呼吸道的問題呢 她很擔心 那未來的小孩子是不是能夠 第一個能不能存活 不知道什麼 第二個就是存活下來 她到底有沒有辦法健康的長大 後來呢 那當然在當時她的這個環境 她就是做了一個紀錄片 去調查大陸的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當時的紀錄片就叫做崇屏之下 崇屏講的就是什麼 所以剛剛看到的這個PMO 那她當時在這個做這個紀錄片的過程的時候 訪問了一個田野的小朋友 這小朋友才六歲 她問媽的問題是 你看過真正的星星嗎 小朋友說 小朋友說 小朋友 她問 看過藍色的天嗎 小朋友說 看過一點點藍的 那 她說你看過白魚嗎 小朋友說沒有 小朋友說沒有 這是我們的下一代 可能未來的生活 那是在2004年的時候 好 我們未來都會去面對 這些問題 一開始啊 對 她本人會介紹的 沒關係 可以介紹 自己的 自己的 後來呢 這個是剛才 財經錄子裡面的小貝皮 大了 也沒多大 就是因為在北京365天 有177天的空氣都 PM2.5的負值太高 那呢 剛剛說了她的小貝皮 因為有這個心肺 呼吸道的這個疾病 所以呢 她只能呢 大部分一半的時間呢 就讓她的小貝皮 在家裡面外面看 用隔著玻璃看外面的世界 因為外面的世界就是這樣 可以忙忙的 那 她的小朋友就問財經說 媽媽我做錯什麼事 我為什麼不能 跟別的小朋友一樣出去玩呢 這都是我們未來 也都要去問 面臨的這個問題 那你是不是出門 她從哪裡來 我們未來該怎麼辦 好 我們今天看 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地方 非常的幸運 就是這一片乾淨的 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東的地方 所以呢 唯一路 就是隨便拍都非常的美麗 藍天白雲一路拍到話 可是西部就沒那麼好 剛剛我們有一半的朋友 來自於西部對不對 好 那大家猜猜看 台灣空氣污染 最嚴重的地方是哪裡 高雄嗎 不要被客氣不騙 這個只是一天而已 南投對雲林 南投對雲林 南投對雲林是我們的空氣污染 第一名跟第二名 每一年台灣坊的這個競爭 不競爭 不競爭就南投 你看剛剛我們說的那個空氣污染 最嚴重的這個地方是大陸 就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 有很多的大陸 非得東北西風 然後 這個中央山脈擋不住 所以 南投又是一個土地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擋不住 然後就潛行下來出來 那夏天的時候去西南氣風 西南氣流 那剛剛說這個很多空氣污染的這個高雄 這個地方 再加上的這邊有六七 台中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全世界排碳最高的 台中火力發電廠 那也是一樣 就這樣吹 這樣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 不是雲林就是南投 是我們台灣 富士路人 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是手上如果有APP的話 去下載一個APP 叫台灣即時買汗 如果要出去玩的時候看一下 今天會比我們 今天台中很多 很乾淨 可是如果你要去南投啊 無理啊 或是要去哪裡玩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去下載一下 今天的滿海指數 再決定要不要去 好 這個是 國劍署說的 不是我說的 國劍署說 BF2.5 在這一天 4月30號的時候 絕路維力非常高 民眾有不適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不適 會眼睛眼痛咳嗽 頭痛 有明改性族群 以及心臟呼吸道 跟心血管疾病的成人 孩童都建議你不要出門 他對著我 不好講 好 剛剛說南投 他的這個空氣 如然到了什麼程度 這是新聞喔 因為這個馬海海的侵襲 造成這個南投有非常多的這個船家 就關門了 為什麼 你坐著船 到了這個南投 不是就要照看那個圖山梅子嗎 你坐著船出去看不到山 看不到圍籍 就騙那個霧馬 你還有什麼好看的 所以就很不容易就不想出船 所以就會被迫停業 好 那空氣汙染 對我們的聯想 對北部人也是一樣 可能是因為空 當時的文傑楊醫師 就是說造成這個死 就是聖人物以及死亡 會增加了76% 好 剛剛我們說PM2.5 對我們的這個影響很大 好 另外一個能源的來源 核能 可以看看 核能好不好 這個是福島的核災 這個是以前 福島在福島核災之前 是一個太櫻花的地方 現在的這個福島呢 其實是五年後的 這些 你們去做福島嗎 我們在座也有去做福島嗎 就是在核災以後的福島 你們知道的是什麼 對不對 就是被這個 就是被汙染的 被輻射汙染的那個泥土 那每一個 這一個塑膠袋裡面 都是泥土 那這個是有無解的 因為這些放的這些 汙染的這些泥土 如果水一沖發下去 它還是會到海融裡面 那可是這個地方能夠放哪裡呢 哪裡都不能照 這個就是當時在福島 在核災的那一刻 讓大家逃離的這個城市 那如果把車子都丟了 就把它逃出去 可是在那一刻的時候 造成就是 現在也變成荒煙漫草 這幾乎像是一個被上帝 忘記的一個地方 看起來是這麼一個 讓大人沮喪那麼遠的希望 還有 今天在這個地方 在台東 我們看一下 還有核廢料 是一個本世紀 最嚴護的一個能源難題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這個是德國的 就是被德國的網友拍下來 德國大概你們覺得是一個非常 做事情一個非常嚴謹的地方 而是 這是德國 它都被拍下來 儲存核廢料的地方 也不是這麼OK 就被核廢料開下來 然後這個是 美國 美國的這個核廢料的這個桶 旁邊你看到這些粉塵的外地 造成很大的危險 所以根據這個世界的這個核協核的統計 有27萬桶的這種放射性的核廢料 等著進一步處理 而且是無解的 而且每年都會增加1萬桶的核廢料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解決的問題 好 台灣的呢 就在我們對面的這個 蘭嶼的儲存廠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蘭嶼的儲存廠裡面 所以現在有這種核廢料 它的這個組織看起來並不是那麼安全 也是一樣有粉塵的外露的問題 那所以非常多的這個 在地的達悟族的民眾 還曾經辦過一個活動 把那個核廢料可能丟到海裡面去 可是那個有不解啊 你丟到海裡面去 不是吃了 不是還不是一樣 好 那達悟族的人他們會覺得很無奈 北部人好嗎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北北基 這是2006年今年3月的蘋果日報說的 和一一江城核廢場 當核廢料無解的時候 他也找不到可以安全的組織場的時候 這一些原來的這種可能性 就算是他處理了 他未來就會變成永遠的組織場 所以他這個地方 畢竟是要40年核一場 40年的組織場 這是讓人很沮喪的事情 這影響的也是北北基的人 好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空間都覺得很熱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裡熱 這裡還不算特別熱 哪裡很熱 這個是在澳洲 你看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是跟我們一樣的 是攝氏 到了32度就開始橘色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什麼澳洲生命大火啊什麼的 就是因為非常乾燥 因為它的熱 這個質量的氣候 造成了這樣子 我本來就是影響 好 另外呢 這個是印度 這是印度 你看到他們的這個熱浪 於是 都是 非常多的地方都是 你看就是 我現在看到這個圖 裡面就四十起跳了 這很可怕 台灣 我們預計 今年有可能會超過四十多 對啊 好 那這個呢 更可怕 就是美國西埠的城市 那它其實是跟這個很像 就是整個的那個西埠城市啊 什麼 什麼拉斯維加斯啊 西南部這個地方啊 然後我們河中五角啊 就是四十幾度 這個是就是反正就是一百多度啊 就是它滑水百多度 就是幻象成那個 我們的溫度 就是四十六的 你看死亡 你還要把我虛錄走 那個 記者說 就像是一個 大街上面 像一個很大的天空津 會有人吹的那樣的感覺 就是 熱浪都這個樣子 好 好 我們再看這個 極端氣候造成這個災難 在去年的時候 蘇極熱颱風 重創的霧賴 也就是 我住的附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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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常常會去霧賴 可是現在也有辦法再去 因為那邊 本來有個很漂亮的 這個 類洞 臣 臺灣最好的 這個 對高的負離子的這個 類洞森林的 絕見全部壞 也有辦法再去 那 我們還有更近的 這個就是 在臺東五線存在的地方 這個是 皮膚村臺風 重創臺東 鐵花村 還有這個 太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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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可以看到這個 文件的損失 其實臺東號現在也還沒有 恢復完成 就是 其實氣候變遷 對我們影響 一定是在我們的眼前 變遷 好 我們大家 有人說 對這個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沒有關係的人請舉手 都有關係吧 因為我們不要用電 好 可是我們臺灣的用電呢 用電量亞洲低 可是我們的電費 卻是又世界上便宜的 問題就來了 我們用這個 國來品的錢去買電 可是我們又用我們的 又用最低的這個電價 那中間的差價是誰付錢 直接買單 也是我們買單 對不對 好 剛剛聽完這一沮喪的事 可是呢 先不要太急的沮喪 在這個 全球氣候斷了套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這個 綠色經濟跟綠色投資正當道 你看到國際上面 大家怎麼樣 透過綠色的這個能源 去改變我們的環境 去改變我們的這個 全球暖化跟氣候變性 好 再生能源有哪一些 除了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其實還有水力 還有生殖能 其實還有地熱等等 甚至還透過竹能的設備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還有一些什麼 現在最新的這個 在這個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叫做道路壓電 這是美麗的就是用腳踏車 在這個荷蘭 美國跟荷蘭都打造了太陽門的自行車道 那比利時有一個3.6公路的實驗性公路 那在美國大家可以去看那個66號公路 它就是一個道路型的 這個就是在法國在COVID-21之後 那它們呢 就是要做一個非常長的 就是能夠就叫太陽門道路 全艙可以繞台灣一圈 共五百萬人用電 那這個的道路呢 我特別找了一個任的卡車 就是大家想 如果太陽能擺放在地上怎麼辦 它這個的設計其實是做腳型的 那它其實是非常堅固的 這樣就是大卡車也可以讓它回去 那主要的原理呢 就是在下面是一個 它的原理就有像我們的那個汽車 點煙器 你壓進去以後 就做一個那個熱火的那個原理 所以它就是結合在這個道路上面 好 那美國的這個太陽能擺 剛剛大家說的這個66號這個太陽能擺 它的它的 它每一塊大概是長得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地板上面 上面你可以有LED燈 就是有很多的這個 你如果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紅色都不在這個上面 是在底下 那它的那個層次呢 就是你看這邊有LED燈 表面就是這個太陽能擺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支撐架 然後最下面的時候呢 就放一些就是回收的 在地用的這一些的 自由回收的這個素材 做的道路的基礎 所以它非常平穩 也非常的安全 又可以放一點 然後每天在這個山 它在這樣子的沙漠的地方 它還可以還可以發電 它不需要很大電線 那風力發電呢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的 就是風帥型的風力發電 還可以長什麼樣呢 這個是 這個是甜甜圈型的 它叫甜甜圈 它可以伸到一些沒有線的地方 那Google也用過 也用透過像這種的 就是生風型的這種 氣球型的風力發電風能 然後讓它們的那個太陽能 再加上太陽能擺 讓一些過去沒有辦法 或往期老路的地方的人 也可以步妥當中心 能夠去擬平這個 所謂的這種 數位的如果差 但是另外一種的風機 這個是在這個 山谷裡面 橋跟橋的這個中間 然後透過這個山谷裡面的那個風 做的這個探索風車 上面是非常文明的 這個是這個風車 還有這個可愛的這個風車樹 這個你們應該到 2521的時候也有看過 這個是在法國 阿里就是用這個風車 這個是風車樹 然後每一個這裡面 都是轉圈圈的這個風車 那這個是土捲型的 是西班牙座的 它透過這種搖擺的傷勢陣鬥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靜音的 蜂蜜拔臉機 這個呢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車 有經過Tesla電動汽車 Tesla電動汽車 那它就是 它有一個像這樣小小的 在家裡面的話 就會有這樣小小的 它是這種充電器 然後Tesla這個 它也有做那個 除能的 造出能牆 那長得就像我們家的 裡面那個熱水器 就是如果說你家裡面 太陽花電量的量很大的時候 就可以存在那個除能牆裡面 比方說我們 港部馬克如果說要做 百分百日能附落 白天的這個太陽能反晒了以後 可是我白天不上班啊 我白天不在家啊 那怎麼辦 我就把它存到我這個除能牆裡面 晚上回來我就可以用了 所以它那個是要結合族能設備 就可以更容易達到百分之百分 就是一個 或者是探中間的這樣子的資訊 好 另外呢 這種就是 垃圾 垃圾也可以幫它變了 垃圾未來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過去我們說垃圾都丟的感情不吃 現在垃圾是很值錢的 垃圾會變黃金 你看這是一個瑞典的這個垃圾回收場 其實台灣現在也有 我們最近會去拜訪一個 德國密曼理事公司 就是怎麼樣把那個垃圾回收 變成很有用的這種原料 所以三個寶特瓶就可以支一個圍巾 四個寶特瓶就可以做一件上衣 未來這些都是未來的趣事 這是太陽能垃圾桶 這太陽能垃圾桶 當然有太陽能垃圾桶 那太陽能幹什麼 它就是在這個上面是太陽能 然後呢 這個垃圾桶呢 電力的處理要來壓 你看這些瓶子 不是都有空氣嗎 那它透過的那個太陽能的這個電力 就把那個垃圾桶的空氣壓扁 壓扁以後 你的那個垃圾的那個儲存量就會更多 你到時候到回收場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就可以變原料 這就非常多想像 大家可以看這個Gogoro 很可愛吧 而且這個是百分之百 Made in Taiwan 不管是零件設計到外觀 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而且這個在巴黎的這個氣候 這個會議裡面 也讓大家耳目一息 然後跟我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我可以帶來這麼多的文創跟相機 這個是道路的路燈 它有太陽能 然後還有LED的顯示器 然後還有燈 那它晚上的時候 它白天會有下太陽 晚上的時候就燈 就可以照到這個路上 還有像這樣子的太陽能 像一個漂亮的頁 然後設計 好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交通部門 它也可以去做一些太陽能 這個是我這一次去杭州 看到他們的 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太陽能的火車站 在杭州公展 這個是德國柏林的火車站 其實我們台灣有非常多的交通部門 都可以用在太陽能的火車站 因為交通部門其實是台湾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交通部門 能夠多扮演一點的 發揮綠能的這個角色 這也是這樣 好 我們去想像一下 就是說 如果一個百分之百的綠能的程式 它可以去怎麼去配置 從比方說像剛剛說的這個太陽能板 可以在這個場面上 或者可以地底的除能 就是熱能 然後改善這個房子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房子 其實為什麼這麼熱 因為它的結構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參觀一些 就是比較隔熱接能的房子 像比方說它用的比較少的水泥 或者說像這個旁邊 看來它的很主要的這個結構可能是鐵皮 那這樣子大概都會是比較熱的 這種的結構的房子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把外面的這個熱 能夠隔絕在外面 然後就做點節能的話 其實工業院好像有做過一個報告 不過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太誇張說 如果做好節能可以省下百分之八十的電力 可是我看過另外一個科技部的報告是說 至少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 就是光是節能這件事情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電力 我們今天用的這些電風扎 其實有一半的電力全都是這個房子 因為這個很熱的房子 因為這個房子太熱 所以做好節能的建築其實是滿重要的 另外就是像這個就是極熱 像剛剛說的比方說太陽能熱水器 我們用的熱水 你可以用太陽能集中的方式 去減少使用熱水的電力 或者說像剛剛說的 就是地底下的淺層的這個地熱 還有就是淺層的這種 在把那個電池儲能電池放在地下室 那這樣的話比方像剛剛碰碰碰 還有巴士啊 汽車啊 好 都是可以用 另外弄在遠一點的地方呢 那就可以用比較大型的風力發電機 這樣子就可以拿到一個百分之百的 一個綠能的城市 或者一個綠能的社區的配置 可是如果只是在我們的發電就夠了嗎 不夠吧 因為我們還需要電網 我們都知道 如果說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比方說我們這邊的人 我們剛剛大家都有的人用太陽能板 有的人用除能 有的人用電動車 可是如果說我 我們每個人都有發電 然後我去日本玩一個禮拜回來 那我們如果大家都是可以發電的公民電廠 或者有公民的電力公司的話 我去日本玩一個禮拜回來 那我就賺走隔壁禮拜的電費 大家可以想像嗎 就是社區電網跟公務店 就是說我同時可以賣電 我也可以發電 這跟過去的想像不一樣 所以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偵測雙向的 在我們的基礎設施 需要智慧電表跟智慧電網 過去的電線大家就知道 都是單向式的 都是一個集中式的 然後它的那個電網只有單向出配給你 可是未來需要雙向 就是你看我們這一個社區裡面的 全部都有的發電有的用電 那如果我這個 比方說這個家 我今天發電的多 而且我今天沒有 這個禮拜我出去玩 我就把電送出去可以先給隔壁用 然後多了再送到這個電力的集中公司 或者我就送到這個城市裡面的這些大樓室用 我就可以賺電費 所以就可以達到第一個你可以拿看中和 第二個你如果真的很省電 你會發現發生很多人 你還可以靠這些斷錢 這就是一個公民電廠的概念 或者公民電力多數的概念 所以這些東西的基礎設施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處理站 需要一個偵測的 還需要一個就是電源管理的這些系統 還要除人站發電機還有電網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基礎設施 他說這個事情就是說 大家還記得就是每半年的時候 台電都會計算一次電價 自動電價 那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曾經就是說要 因為那個石油價格下跌 所以要退給大家那個電價 一個人大概是八十塊左右 那我們都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很不嚴近 其實那個結余的三百四十億 就是拿來做一些這種基礎的設施 其實對未來的發展利能 或者是節能 其實是才有幫助 如果給大家八十塊 對於大家來說就是買一個便當的錢 可是對整個和未來的能源 跟環境的改善一點幫助都能擺 好 其實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可以去想像的 這個是離岸的風電 它可能可以去提供比較重要的 比方說工商部門的電力 因為它的這個發電量比較大 而且比較穩定 那像還有可能是還有地熱 早氣發電 升職能發電 然後另外太陽能發電 那這個是就是追日行集中性 就是有非常多這種再生人發電的人 那這個是陸濾型的風電 水利發電 這個是早氣發電 升職能還有資源回收 這些所有的這些的配置 才可能去替代我們剛剛說的 讓我們覺得很沮喪的 燃煤發電 活力發電跟和民發電 這個才是未來我們覺得 可能去達到替代農民的未來的環境 好 你看現在別的回答怎麼做 這個是一些不同的國家 有139個國家 在COB21之後都畫出來了一個 2050年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陸濾圖 好 我們再看看 加拿大 加拿大它的題目 比方說它是 它都會說我們 沒有多少是太陽能的 都好要風力發電 都好用生的 都要去盤點自己國家的地理環境 跟優勢跟天然條件 然後才能去訂出我們的陸濾圖 這個是 這個是美國的 然後這個是荷蘭的 那這個我特別 早又出 這個是美國的 因為它 2050年它太陽光面也是它們主要的 所以它們大量的在一些 什麼沙漠啊 這些空地啊 去做地面行為 就能看到它們要用到 這個決心就很重要 好 除了政府的決心以外 非常多的企業 現在100個以上的這些企業 都承諾 要以百分百再生能源的目標 做為它們的企業社會責任 大家裡面比較有認識不少吧 Google Ikea 這前面幾個人在帶這幾個 Google Ikea Apple 就是 大家以後可以看一下 你常常消費的這一些企業裡面 有沒有把再生能源 當作它的企業社會責任 做為你可以去評估這個公司 是不是一個好公司 或者是有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 好 我們台灣喔 有沒有機會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 世界第一個 浮動式的太陽能 最大的浮動式的太陽能的速度 那誰做的 台灣做的 這個老闆在屏東 我們明天要去看 我們下次 這是什麼沒有 就是下次去屏東的時候 我們就看光彩實體 旁邊還可以去看 有嗎 有嗎 就可以看到這個浮動的太陽能板 那個是屏東的老闆 就是 他們來做這個千年行李 好 這是我們明天的行程囉 明天還有一個行程 就是看這個太陽光電農場 太陽光電農場 那太陽光電農場的第一期的時候呢 他們可以做出來這樣子的 都是有機 這裡面全都是有機的 而且這一個 呃 呃 下陽光電 他們在做這個太陽能的時候的考慮 第一個就是糧食安全 以及農業的保護 精緻的農業 那太陽光電棚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這一次的這個颱風 太陽光電棚沒有被吹到 他比較堅固 因為他做的那個高度比較高 第二個 他可以防蟲 因為他在農業棚裡面嘛 那個蟲比較不容易進去 好 第三個 因為他有太陽光電的遮蔽 所以他還可以 裡面還可以撒一些就是噴土啊 就是對這個 從去農業工作的人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有事啊 所以我在裡面 呃 去參觀的時候 還看到很多女生喔 就是在裡面工作 因為電話 下一個都是黑板 會變得很黑 所以他帶來的就是經濟的 精緻的農業 而且食品的安全 因為他是有機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帶來更多的綠色的商機 讓很多的年輕人願意很虧 回到屏東去做 有關於太陽光電 當然另外給我講的就是 他還可以賺那個太陽光電的這個 電費 好 這個是呃 這個太陽光電棚上面 除了剛才第一期的 這一些 嗯 什麼草莓啊 什麼什麼 單字以外 第二期他也可以種到香蕉的 大家知道香蕉是非常 需要全日照的一種 一種農產品 如果香蕉都能種 其實在太陽光電棚下 沒有什麼是不能種的 所以 不要 不要以為說太陽光電上面 很值得種香蕉 那個是誤會 好 我們再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戰勝人推動聯盟 為什麼 會有台灣戰勝人推動聯盟 又為什麼 我們在做些什麼事 我們都知道 其實剛剛看到 在 呃 台灣的戰勝能源 大家知道台灣戰勝人推動 十幾年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戰勝能源佔率 才多少呢 就不含水利發電就才在一趴爆 為什麼那麼少 大概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 當時的政策不如穴 第二個呢 推動戰勝能源的環境力不友善 那社會共識也不錯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希望就做一些事情 就跟多龍團體一些合作 比方說 在去年的時候 呃 希望讓大家了解 我們其實是 應該要有選擇能源的這個權利 就叫做能源的名字 所以去年第一年的時候 變得能源無權 那 我們也跟很多的環保團體合作 就是 呃 這是今年的 全國英雄團體會議 我們把 呃 這個環保團體的訴求 提供給 就是 四個總統候選人 然後作為未來 有關於環境議題的指標 好 這個是我們針對 能源政策有提出來的 就是我們希望 2025年的時候 我們的總發電量要到25% 我們的政府提的目標是 2025年的時候 發電量是20% 我們比他們多 5% 那當時小英雄說 當時不是20%嗎 我們說 因為有台灣的NGO的推動 所以這個5%是因為我們推動了更高的社會共識 所以跟小英雄說 更擔心 他也覺得蠻同意的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 因為2025還很久啊 還有15年 還有90年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看到10% 但也希望政府的話 其實朱立仁的政策行動當地 希望每五年就能夠看到一個 那個路徑圖 另外當然是一樣 如果屬非合家園 要不然前陣的林權院長說 又要充其合理 我們就開始清淡自然 好 那這個是要怎麼做呢 就是 一定要積極發展展現任務 第二個一定要致力推動節能 因為如果沒有節能的話 你就一直發電 其實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達到房子來 再來叫提升能的效率 要發展更多的 就是高效能的 這樣的運能產品 那社會公司是更重要的 好 這個就是上次 在環團去拜訪小英總統 當時4月21號是世界地球日 那這一個 這一個小英簽的 這個太陽能板 當時這個 我怎麼開始不在 當時他也有一起去 然後 當時秉亨就 當時為了這個 密封庫路要戶太陽能板 就希望大家一個人處理千塊 好 然後一個一個 然後就是 要戶到為了這個 密封庫路要戶得太陽能板 當時小英就做承諾 說他 他可以捐錢 可是他不能戶股 當時本來他有戶股的 所以他就簽了第一塊 太陽能板 未來這個太陽能板 可能就會放在 我們台東大工馬克的 部落裡面 這位置 這個 另外就是4月1號的時候 剛我們知道 就是台電因為要 那個 店價調教 我們都覺得這個 對減股減股減股 其實是真的 很不利 而且又把那個 80塊退給大家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個 所以結合了很多的 這個 在地的支援 環保攤的還有 空氣健康的 一起去鼓勵 到時那位 我們不鼓勵說 我們其實不應該 就用這種 調教電價的方式 去討好民眾 應該要把這些 基礎設施 跟御電前 電的這些政策 要積極去推動 這個是在 5月24號的時候 那 我們還是大升級 因為 立法院 開地了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新政府 跟新國會 要做好準備 趕快廢出 這個核電廠 這個是 我們都知道 很多的這個 流浪動物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 有那個 流浪的地方 其實 都會被社區 討厭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 沒選擇 所以我們是 幫助一個 台東的 不台東 在內湖那邊 的一個卓媽媽 她就是一個 養了四十幾隻 的這個 流浪犬 那我們就 幫忙去 布道 非常有膽 所以她現在就變成 一個 第一個 用綠能 去發電 去幫忙 她的這個 這些狗的那邊 洗被子 或者需要 清潔的一個 綠能的 流浪狗的這個 頭場 流浪狗的頭場 那 跟立法院 因為我剛剛知道 其實 講電業法 我們自己發電 隔壁發電 這個現在 但目前為止 其實是郭葛法的 法令還沒有通過 怎麼樣能夠讓電業自由化 這件事情 並不可能 那就真的要到 改法院 改法院 要到立法院 那我們跟立法院 有什麼合作呢 我們都知道立法委員 其實她重視的是公民的意見 因為她是公民選出來的 那可惜呢 政府單位她又 她又比較怕立法委員 因為她要到立法院去報告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跟 我們都固定跟承賣立委員 因為承賣立委員 她也是 環保長期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的屬成區 然後我們都固定跟 承賣立委員合作 然後再另外找一個 立法委員 就是跟這個 相關議題有關的在立法委員 共同每個月都在立法院 開一次有關於 再生任務的 在我們做團會 那讓那個 這些立法委員知道說 未來在這裏面推動的時候 還有推進的 好像說 哪一間的問題 其實是需要注意的 需要先去了解 作為未來去推動的參考 所以在二月的時候 就是跟那個中美派老師 一起合辦 第一個就是 去想像 在這裏面十年的 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那第二場開始的時候呢 就從離岸東店 開始去探討 那每一次的這個做團會呢 我們都會看到一些 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會提出一些 政策建議 那這些政策建議呢 我們不是開完就算了 我們是開完以後 還要提到國發會 那我們也會去找相關的 這個拜訪相關的聘會 提醒他們 就有一些事情可以怎麼做 那當然這一些的建議 我們同時也會提供給立法委員 我們幫助承賣 跟我們一起合辦的這些 立法委員在執行的時候 拿出來監督 這個是在地面型 好 那個是地面型的太陽光點 談的就是說 地面型的太陽光點跟農業 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這個是屋頂型的太陽光點 這一次的人特別多 因為我們覺得屋頂型的想像是 相關的部會是特別多 包括大家可以想像出的 除了西本班底、台電、能源局以外 包括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 其實都應該一起來去盤點 也想像未來的這個屋頂 在其他方面 所以我們的建議這一次也特別多 另外我們9月要辦的接下來 因為7、8月是休會 所以屋頂型會 可是也不會有正常的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9月會要談的就是升級能 再來就是 可能談的就是電業吧 那下一次會共同體辦的是 還是一樣就是中文 那個陳曼玲委員 還有我們用時代力量的工作 好 那我們都說 除了政府單位 還有這個立法 需要去修法跟改變以外 社會是更重要的 如果沒有社會的改變 其實暫時人的談論是不太多的 那我們又在社會公司要怎麼做呢 就是除了我們跟一個假帝的 就是社會企業 那個一個共取廚房 然後假帝共取廚房 然後辦了一系列的過程 這也是每個月都會在這個共取廚房 從豐利八店 談到這個公民現場 還有陳敏恩 就是宣傳的這個 也在不同的場合 去推動達羅馬克百姓 百姓人的這個陸落 你們這個時候 白天還在彰化白海盆媽主廟 然後晚上穿個背心 就變講師了 然後晚上來推這個立法座 他自身這個是立法師 好 然後另外就是 談到太陽光電 好的發展的困住 其實每一個在真理的發展都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為什麼 台灣人在這麼發展這麼慢 就是重成的困難 這個是 談的是就是 小龍 我們就找那個 就是這個下陽光電的這個 陳正光老闆 來跟我們一般的民眾去分享 到底這個太陽光電摩擦 怎麼做不相交流 那我們也會做一些能源小旅行 那剛剛講了半天 實際上面到底有哪一些 不帶大家到那個前線去看 大家可能也不相信 就我們在暑假的時候 做半間的那些小旅行 那就是 明天大家就會做可以去看 就是可以看這個農場 然後看太陽光草 然後上次來看那個早氣發展 就要去露場 你應該可以看到光彩師弟 對 所以明天在台東也真的很豐富 好 那在7月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就是 資源回收 怎麼樣讓那個資源可以再生 再利用 然後風力發電機 這個就是 恩德普的發電機 它在台灣創下 現在目前無事的興趣 然後還有去拜訪台電的再生的人數 台電再生的人數 最近在交換那個地方 從這兩些多物業要發展 一個 那個 台灣的這個 綠能中心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去看它會有什麼 綠能 那我們還有在 呃 7月底的時候 這粉絲跟品牌都合作 嗯 綠能節能大海豚的暑期 可以訓練 好 就除了在這部公佈以外 我們也希望在剛剛說 那個彰化台中那個空氣露 非常嚴重的地方 不夠也幫忙在地的人去懂的是什麼 要用綠能節能 改變他們的這個空氣露燃的困境 這個是你的行動力計法 在陸檔 最不夠風 對 在陸檔白海的媽子六 嗯 好 那接下來 嗯 現在正在規劃中 前兩天 還跟吳婷婷在討論 我們可不可能在原來的就是 和一還有和四還沒運作的這個地方 去辦一個慧能的音樂計呢 可以帶給這些 過去覺得很沮喪的人 帶給他們一些 又慧能帶給他們一些 未來的希望和想像的 因為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記得嗎 像 不管是春那 或者是這個過涼音樂計 都是在和能電場很近的地方 可是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其實 呃 那個用的是多少的和能 那 好不可能我們未來的電場 不要用和能 而是用綠能的 用綠能來辦音樂計 可是這個才剛開始發小 而且現在 呃 金隊啊什麼都還沒著落 我們希望能夠達成 好 可是現在 還在在募集 跟 對話當中 好 這個是COP21的一個海報 主要的這個方向就是 世界上面現在已經把 這個 這個和能電場 還有這種高 高 高 污染的 這樣子的能源 希望他早點去開我們 希望這樣氣球要飄走 未來的世界 未來的環境是應該要有 有風力 有太郎 好 有生殖能 有帶給我們一個新的 綠色的環境 一個新的未來的這個能想像 這也是世界的初心 那 嗯 好 還有一點時間 我等一下可以放一個 在丹麥這邊的短片 他們怎麼樣去把一個社區 用什麼樣的不同的電力 達成一個 百分之百的一個綠能的社區 那 呃 大家可能如果有手機 也可以去掃一下 又不要亂掃一下 我們的網站上面 我們每天都會提供 非常多的各種再進的你的訊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最後放一個片子 了 詞 曲 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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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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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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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